二十四岁女孩流落长沙街头 她怀有身孕 已经找了男友三天 几天前 男友知道她怀孕后 就突然断了联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茫然无措的女孩名叫秦小培 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怀孕了 男友曾磊不管我 小培来自山西 曾磊家住长沙 五天前 小培回了一趟老家 回家后的第二天 她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当她满心欢喜地告诉男友曾磊时 对方却表现得极其冷漠 直言孩子不是自己的 并切断了与小培的联系 小培深感不安 于是从山西坐车来到长沙寻找曾磊 然而一连三天都杳无音讯 她想不通男友为什么躲着自己 小培和曾磊之前都在北京上班 相识相知成为情侣 一个多月前 曾磊回到长沙 小培依然辞职来到长沙与其同聚 小培原本打算久居长沙 她和曾磊约定 等有了孩子就结婚 可如今孩子有了 男友却不见了 无奈之下 小培来到出租屋寻找曾磊 但多次寻找都铺了个空 没办法 她只能不断给男友打去电话 打了许久 曾磊终于接了电话 他承认了孩子是他的 但表示目前不合适要孩子 希望小培做隐缠手术 并表示今天就要离开长沙 不想再与小培继续下去 挂断电话后 小培失望不已 男友不肯相见 他实在没办法了 正当小培一瞅磨窄时 曾磊突然出现在楼下 只见他身穿睡衣准备出门 小培见状 立马拉住他不让走 您说你这个孩子 全认识你 你别拉出行吗你 你干嘛这样 曾磊当场大怒 斥责小培无理取闹 他的意思很明确 结束感情打掉孩子 就此一刀两断 小培试图挽留 狠心的曾磊 却直接坐车扬长而去 独留小培在原地伤心落泪 曾经恩爱的小情侣 为何会走到如今的地步呢 小培将往事娓娓道来 在北京的时候 他们的感情非常好 曾磊温柔体贴 只要小培有事需要帮忙 他是随叫随到 小培曾暗自庆庆找到了真命天子 后来曾磊决定回老家上班 小培不同意 两人还为这事大吵一架 感情也随之出现了裂痕 纠结几天后 小培做出让步 他放弃了北京的工作 跟着曾磊来到了长沙 由于迟迟找不到工作 二人的矛盾日积月累 吵架成了生活的主题 在以前 曾磊会包容小培的脾气 经过多次吵架后 他不再选择包容 而是不断地指责抱怨 这令小培难以接受 尽管男友无情 小培仍不愿就此放弃 为了挽回感情 也为了肚里的孩子 小培赶往了曾磊的老家 希望他的父母能给个说法 曾磊家的门关着 门上有把锁 显然有人在家 院中的邻居大姐 还在帮曾家喂住 大姐透露 曾家父母为了照顾坐月子的大女儿 于昨天去了广州 随后 小培拨通了曾家父亲的电话 曾家父亲的态度和曾磊相同 他却小培想开一些 既然感情已经破裂 那就好聚好散 他承诺道 曾家会承担流产手术费用 听到这番话的小培伤心欲绝 这不是他期待的结果 就在这时 曾磊主动联系记者 约他单独沟通 这次的曾磊显得心平气和 他谈到了心酸往事 在三个月的恋爱过程中 曾磊为小培花了很多钱 对此他心甘情愿 也为他真心爱着小培 只是有个关键问题 小培来到长沙后 曾磊多次劝他找份工作 小培却不愿意 认为曾磊应该养他 这就是两人吵架的主要原因 曾磊坦言 其实在小培回山西前 他们就已经分手了 在得知女友怀孕后 曾磊没有逃避责任 而是把他接来长沙一起生活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们都没找到工作 曾磊家境不好 父母以务农为生 在巨大的压力下 他却小培放弃孩子 可小培不理解自己 并怀疑曾磊的真心 时常为此事大吵大闹 甚至报了警 把曾家父亲都快逼疯了 就在这时 小培走了过来 你为什么要躲呢 我躲了吗 他骗我 他从一开始就骗我 我们好的时候 你说有了孩子就结婚 那现在呢 我们在处的时候是怎么处的 你受得了吗 刚一见面 二人又发生了争吵 小培痛斥曾磊欺骗感情 有了孩子就翻脸不认认 曾磊则怪他脾气太差 疑心太重 亲手葬送了感情 显而易见 两人确实性格不合 脾气相割 争执几分钟后 曾磊还是那句话 打掉孩子 一别两欢 小培见挽回无果 索要两万元营养费和手术费 曾磊当场拒绝 最终双方不患而散 事到如今 这段濒临破碎的恋情 将会怎样收场呢 小培之所以说 曾磊是骗子 是因为谈恋爱时 曾磊吹嘘家中有数套房产 还有豪车奔驰 如今看来 这些都是大话 小培家境殷实 是北京城市户口 两人的家庭条件差距很大 即便这样 小培也不在意 他看重的是曾磊这个人 只要他愿意承担责任 穷点无所谓 可万万没想到 在孩子这个问题上 曾磊退缩的如此之快 曾几何时 小培深爱曾磊 现在他开始问自己 付出那么多 到底值不值 次日 两人来到婚姻调节所协调 又一次相见 小培泪眼连连 他还是舍不得放弃这段感情 可曾磊无动于衷 这令小培对他彻底死了心 他要求曾磊支付手术费和两万营养费 曾磊提出反对 表示只愿出手术费 与五千营养费 调节员分析到 小培在这段感情中付出太多 闹了这么久 他只渴望曾磊能给个合理的解释 并期望破镜重圆 可惜事与愿违 两人都曾付出真情 现在各自受伤 感情很难再复原了 这些话让小培想通了 今儿和曾磊签下了分手协议 由曾磊承担手术费和七千营养费 两人今后再无瓜葛 按完手印 小培再度流泪 他还是恋恋不舍 调节员开导的 以后要真爱自己的身体 凡是三思而后行 孩子的到来 非但没能巩固恋情 反而成了感情的绊脚石 这份爱情没能经得住考验 终究还是败给了现实 分手虽不完美 但对小培和曾磊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相信他们都能吸取教训 认真对待下一段感情 本期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并为我点赞转发 感谢你们的支持